沙特阿拉伯,近來都不聽美國撤笛 拜登嘗試打電話給沙特的領導人 但是不接電話 然後除了不接電話之外,也拒絕 美國的要求增加石油生產 美國要求沙特阿拉伯不要跟俄羅斯在能源方面合作 沙特阿拉伯也不理美國的指示 又不接電話,又不生產石油,又繼續跟俄羅斯合作 基本上沙特好像是美國的盟友,但是行為上又不像 為什麼呢?給大家看看 原來沙特在賭賭的東西 賭賭什麼呢?賭賭在接下來 中期選舉,即是今年12中期選舉 12、11月的時候 拜登就會輸 而特朗普的共和黨就會大獲全勝 除此之外,除了中期選舉之外 未來2024年下一屆美國總統的選舉 都會由特朗普贏 沙特估計有這些事就會發生 除此之外 有些書籍馬式顯示 這個新聞報導 上個月沙特的王署 沙特不是總統,不好意思,沙特的王署 沙特王署被媒體爆出 曾經拒絕接聽美國總統拜登的電話之外 也譴責美國對也譴責美國對雅門 胡塞武裝襲擊沙特的反應不足 這個新聞也說 不久之前 沙特向特朗普的女婿 富澤納的私募公司 投資了20億美金 這個就是可以看看圖 這個就是 特朗普的女婿 基本上他離開了白宮 也是半年左右 繼續跟沙特 阿拉伯保持非常好的關係 剛剛才是 拿到20億美金的投資 這是紐約時代 紐約時代 紐約時代 報造 他就是一個基金 沙特的王署投資了一個基金 20億美金 雖然 這個基金也未必是有一個 給意見的人就說 這個交易不太好 但他也照投資 沙特 照扔兩個20億美金出去 這個就是 總總的 顯示 沙特王署 就是 想跟特朗普共和黨 打好關係 估計 今年的中期選舉 共和黨應該都贏了 跟著特朗普 2024年 重掌大權 除了紐約時報這個報導之外 英國的惠報 都有類似的報導 事實上 在美國對 沙特的施壓 如果他是逼沙特 增加石油的產量 或者是 OPEC 就是石油出口國 一起增加的產量 例如還有阿聯油 伊朗等等 基本上這些國家 佔了全球的石油供應 大概8.40 如果他們增產的話 的確可以 舒緩油價 上升 以及 降低 美國的通脹壓力 但是沙特 阿聯油這些國家 以往一直跟美國的關係很好 但是今次完全 不理會美國的指示 沒有增加的生產 當然 我是產油國 你叫我增加生產 目的就是壓低油價 你壓低油價 我增加生產 我賣的油就便宜了 便宜了 對 沙特或者阿聯油 這些國家來說 不是好事 他們當然希望 賣石油可以賣到高價 對吧 所以 美國要求他們增加生產 增加產量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理會 除此之外 要加強跟俄羅斯 能源方面的一些合作 基本上都是一些 他自己 沙特或者阿聯油國家的一些措施 就算印度也是 印度也是這樣說的 跟美國說 你叫我不要買俄羅斯的石油 你有沒有可能 用一個平價 好像 俄羅斯賣給我的價錢 現在的市價是超過100元 美金一桶 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便宜到幾十元一桶 賣給印度 如果美國不行的 做不到的 你就不要叫 印度去 不要跟俄羅斯做生意 對吧 因為印度 高度依賴石油進口 如果他 聽美國之敵 基本上對印度本身的通脹 或者經濟影響會很大 這方面 越來越多國家 就著自己本身國家的利益 去進行行動 不是怎麼看美國之敵 這個都是 長遠來說 我們看到 開始有國家 反對美國 或者不聽他的敵 都是一個好事 美國的霸權 霸權主義 一直走了 幾十年 都走得通 現在我們發覺 開始是走不通了 事實上 美國本身 周圍 行使他的霸權主義 周圍去 剝奪 別人的資源 另外 現在雖然有很多 盟友 但是所謂盟友 越來越不聽 他之敵的話 其實美國本身根本 出了很多問題 我相信 沙地 或者 阿聯酋 這些國家 也都發覺到 美國 那個伎量 就是 為了他 自己本身的利益 根本就不顧盟友的利益 而且他 自己本身出了那麼多問題 也可以說 國家的力量 越來越 衰落 衰落到 其實這些 美國的盟友 都已經開始 就不太害怕他 美國的角力 如何衰落呢 其實近來 都有一套片 都流傳得 挺重要的 在一個媒體上 社交媒體 這個就是 環球網絡 抖音的一些報導 特朗普在一個 公開的演說的場合 就說 我們的國家 美國 被毀 走向地獄 被哪個位 當然是被拜登的政權 所摧毀 特朗普就嘲諷拜登 跟空氣握手 我們看到有些片 都是 拜登在公開演說 見記者的時候 說完之後 然後轉身向右 向空氣 另一隻手出來 跟空氣握手 然後自言自語 然後周圍 周圍走 特朗普就說 拜登就跟空氣握手 還聽從復活節的兔子的命令 根本這個所謂國家的領導人 基本上就把美國帶向地獄 毀滅美國 特朗普就不斷地 最近已經是公開宣傳 就是嘲諷拜登 拜登也真的 在很多公開場合都很失禮 失言 首先就不喜歡說什麼 有時候不喜歡說什麼 有時候就說錯話 有時候就跟 就是 就是 詞不達意 另外就跟空氣握手 就真的非常離譜 自言自語了周圍走 譬如說正常地 就離開演講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在一個地方 轉兩三個圈 不知道轉左還是轉右 然後才離開 非常之尷尬 他身邊的人 又不是怎麼幫到他 才好笑 你明知道他總統已經 七八十歲 其實你很多時候 你可能在 特別在演說的時候 譬如他是不是應該做好些準備呢 做好些貓子呢 另一方面如果有什麼突發性的事件 可以立刻 出來和他補獲 或者出來 就是起碼 你看到他 向空氣握手 或者又不知道 說完講座之後 要走哪個方向 你起碼應該 他的秘書立刻走出來 比如說 迎接他 或者帶他路 和他打完場 我覺得是很基本做的事 但是又沒有 也挺奇怪的 就是 令到那個總統不斷地出醜 都是一個 荒謬的事 好了 這個就是 拜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期選舉不行 但是 接下來 2024年的選舉 都可能真的 會被特朗普重新當選總統 也不頂 接著我就不說美國了 說美國那麼多的 一些笑話 我們說回中國 中國 原來 昨天 4月24日 在一個叫中國航天日 中國航天日 正正 在這個日子 我們就回顧一下 過去一年 中國在這個航天 方便方的發展 原來我們是 做了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進步 我們每一樣 來跟大家回顧一下 那麼是去年的 4月29日 天和啟航 中國開啟空間站時代 那麼 我們這個是 4月29日 去年 天和核心倉 成功發射 中國空間站 就是 在 在軌組裝建造 全面展開 大家知道很快 之後我們就很快就 建立了中國的空間站 在太空 變了一個 比較長遠一點的 一個太空站 變了很方便 我們的太空人 航天員 在上面 長時間逗留 做研究 做很多的 一些活動 這個就是天和 天和的行動 好了 跟著 5月 22日 都不夠一個月 我們就有另一個行動 這次就是火星 祝融巡火 在火星流下中國印記 這是2021年5月22日 大家看到 我們的祝融號 火星車就成功駛上火星表面 開啟探火之旅 火星上面是第一次流下中國印記 這裏都跟大家分享過的了 祝融號上到火星 然後 周圍 走 然後採集 泥土的樣本 做很多實驗 這個是火星的探險 祝融號在去年5月 然後 5月底 還有一個行動 這就是天舟 快遞行動 什麼叫天舟 5月29日我們 天舟2日 天舟3日 這個原來就是貨運的飛船 分別有兩次的 除了5月29日 9月20日又一次 天舟2日 天舟3日 分別 是一個貨運的飛船 先後成功發射 然後 完成了 所謂的太空快遞的派送任務 保障到中國空間站的物資供應 就是 我們發射了天舟2日 天舟3日 貨運飛船 將這些物資 送到我們的中國空間站 這就是 天舟的快遞 在去年5月和9月發生了 下一個行動是什麼呢 就是去年的6月 和10月分別 我們發射了 神舟12日 和神舟13日 載人 這次是載人 不是載貨 載人的飛船 先後成功發射 兩次把航天員送入 中國的空間站 所以這個空間站 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中國空間站之後 我們除了 中國的航天員可以在這裏長期做實驗之外 另外我們可以和其他國家合作 例如俄羅斯 他們都可以進入我們的 中國空間站停留 不需要 以前的國際空間站 靠美國的國際空間站 美國基本上是拒絕中國 用他們的設施 美國不讓我們用 不要緊 我們自己發展 我們自己的 中國空間站 去年是取得 這個 火速的進展 證明是相當成功的 神舟12日 13日 就是射太空人上去 寒天員上去 還有什麼 接著 在月球方面的探索 我們又做了 不少事情 去年9月29日 浴吐2號月球車 我們發射了一個 浴吐2號月球車 在月球的背面工作 他在這裡工作 原來就是 其實 他其實已經是 突破1000天 就是說 去年9月29日 做了1000天 其實 三年 兩年多三年前已經發射了 浴吐2號月球 就開始在月球背面工作 自至去年9月29日 就已經是 突破了 工作1000天 行駛里程達到839米 持續 探 探沉月球背面的耗備 這個是 去到月球的背面方面的探索 自去年9月已經是 超過了1000天 這個就是浴吐 2號 月球做了這件事 月球背面 日 日又如何呢 太陽又如何呢 這個叫稀和續日 中國也進入探日的時代 那就是 去年10月14日 中國第一夥探日的衛星 稀和號成功發射 填補了太陽爆發 原區高質量 觀測數據的空白 對空間科學探測和衛星技術發展是有重要的意義 因為太陽始終熱力太強 你基本上 不可能登陸 只可以在距離太陽遠的地方 發射一個衛星 亦都可以在這樣的爆發區 高質量的觀測 數據方面 就可以有一個發展 有一個探索 這個就是 關於太陽 然後還有太空晚步 2021年7月4日 8月20日 11月7日 12月26日 是續行了四次太空晚步 當然 主要是 我們是 有航天員 去到中國空間站 可以長時間逗留 然後就可以成功完成四次出艙任務 離開太空艙 作為中國人太空晚步 變成一種常態 已經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已經是一個 很常見的常態 太空晚步 好了 總結來說 截至今年 4月16日 我們幾個太空 航天員在空間站 坐 神舟13號的返回艙 成功著陸 包括澤志剛 黃雅萍 葉剛赫 順利出艙 太空工作 183日 即是6個月 創造了中國航天員 單次飛行任務 駐留時間的紀錄 亦都讓空間站 關鍵技術的 驗證階段 任務完美收官 即是我們 不僅成功 去年 發射了 中國 空間站 去 太空 可以 令到我們的 航天員 可以長期在那裏工作 以及 長期逗留了 183日 創港紀錄 還可以 經常去 做實驗之餘 還可以 離開 太空空間站 太空艙 作 太空晚遊 而 之後 順利坐回 神舟13號 反回艙 成功回回地球 這是一個 相當 一個偉大的工程 我只能說 一個偉大的 里程碑 中國在太空 航天方面的發展 2021年 可以說是 火速的進步 剛剛 昨天是中國航天日 所以 跟大家總結一下 過去一年 原來我們 在中國航天方面 發展了 一個很快的部分 以及做了很多事情